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的三件展品之一 我说它最重三件指的是它的重量 不是说它的重要性 因为对于很多观众来讲 可能打眼就过去了 觉得这件东西很不起眼 就是一块石头 但是实际上这块石头非常重要 因为一方面它非常清晰地反映了 这个阿伊哈努姆这个时代 这个阿富汗希腊化的这个特点 因为阿伊哈努姆城 它大体上是在公元前两世纪 到公元前一世纪这个时期 那么这个城的缔造者之一 它的这个祠堂当中 发掘出了这块石头 据推测它是一个碑桌 也就是说它那个方孔上面 应该是一个石碑插在里面 这种形制的话 其实在中国古代 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些 形制的这个纪念碑 但这个要找 这个大体上相当于我们西汉的时期 那么最难得的是 这上面刻的这几行名文 那么这个文字呢 是希腊文 也就是说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的这个城址 那么这个祠堂里头所发掘的这个碑桌 上面刻的是希腊文 而这个希腊文呢 反映的就是古希腊的一些神域 有一些神域内容非常 大家都很熟悉的 比如说发现你自己 比如说承诺带来痛苦 类似这样的一些预言 大家仔细想一想 其实今天它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虽然这件是石头 而且这个石头并不贵重 但是我还愿意重点推荐一下这件产品 它的码了 剑变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